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杰克提高班,这次我们来月亮河 之前大帅也是讲过一句话,就是如果说月亮河的杰克你都赢不了,那其他地图可能更难了 这边有耳鸣,看一下 刚才这个耳鸣消了,看见了 在这边,是个祭司 他应该直接往前走了 祭司,这里再打一个洞 要开车 坐上了还行啊 他没有直接开,因为他直接开呢,我可能就不过去了 看一下他这边往哪边下 打中,好的 他两个洞已经交了,这个祭司倒了 这里记得用蓄力斩,因为他会扭 不要给自己任何 不安定因素,而且这边是有牛仔的 我不确定这个牛仔在哪里 目前我们先看一下啊 没看见 先挂上 节奏,节奏上面还行 差不多是一个标准的闪现抓人 然后外置位的电机,我们看这里有一台在动 那刚才的耳鸣,那刚才的耳鸣就是这一台电机 开掉了 外面其他的电机的话 两台都在动 也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救人位 好,这边他可能会从这个口子进来救人 大家注意,我们堵这个口 看这边堵这个口 堵住 不救 不救就熟 过半了,反正 他没有继续来救人 那这边 他们救人位应该离得比较远啊 这把就把这个祭司守死 守死以后保平真摄 前期如果能管到刚才河边的电机呢 就管了,管不到也没办法啊 挂上那时候已经点亮了 那人应该会往这边来吧 来了 一刀五刃 躲枪 好的 这就是靠防守来取胜了 因为刚才这个局面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办法 如果说我这时候出去抓人 这边被人拖了 万一找不到节奏炸了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管电机 我们只能通过防守 防守如果说防的好 取胜 防守如果防的不好 平局 都可以接受 反正我闪现捏在手上面 这个祭司无论如何 走不了 好,这边现在可以过来管理一下 这台电机了 看一下 调香师 外这位其他电机没有在动 我们这边继续回来 看见牛仔了 没打到 打一刀 进隐身 好,有闪现在手 三秒中进隐身 先抓空军 然后看牛仔 因为外面有三台电机 所以我一点不着急 闪现在手 无人在手 哎呦 好的 这个牛仔扭的还是非常可以的 那么由于现在外面两台电机 我们这把应该是大概率能够取胜了 不出意外啊 除非这个调香师什么薄命把人救走 然后我还跟丢了之类的 可能性不高 好,这边先把他的香水片出来 然后更多的呢 因为牛仔在自摸 所以说呢 我把这块板子踩掉打气球刀 是更稳的 看他的一个走位 好,这时候牵 直接打掉 回来 再打 好 挂上牛仔 这时候空军自摸没那么快 看空 这个调香师 因为他现在是半血 打中 这里是待会给大家讲的那个细节 我们先把这个空军挂死 哎呀 刚才那个缝里有一条缝 你可以看条是我们走过去 没有走过去 这刀无人反正不甩 你也留着没用 直接甩 打中 完美四杀 感谢大家收看